大家好,我是今年考许高一学识后期学系的本建成 然后我本来是就读高一护理系 然后很荣幸今天可以跟大家回来做新的分享 然后就是我主要是分成三部分 第一个就是动机 然后再来是有些禁忌,我会希望建议大家不要做 然后再来就是各科的准备方式 那第一个动机 其实很多学长姐分享的时候都会讲说 你要先想好动机 因为其实准备后期这条路很漫长 而且过程中会有许多挫折 譬如你可能模拟考考得不是很理想 或是你可能写一些题目 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可是算不出答案 但是动机,为什么要报考后期 是你可以支撑下去的动力 如果你动机不充足 或是你可能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报考 那你可能过程中就会中途放弃 所以动机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整个准备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你要维持生活的规律 像我自己是每周六都会固定去练球 然后去运动 因为我会觉得运动会很浪费时间 因为内容很多 然后而且时间可能就像从八月开始 一直到六月考试 就十个月的过程 会觉得时间都不充足了 我还出去运动 但是像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第一年准备的时候 我也是埋手苦读 然后都不出门 然后整天就是吃饭念书这样 然后到最后两个月的时候 我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我反而花了两个礼拜时间在修养身体 因为也没有精力去补书 这样反而得不偿之 而且再来是 你运动的时候 除了可以放松压力之外 运动会有一些愧疚感 而这个愧疚感会让你就是 回来之后会更运气的念书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过的 就是有些 竞技建议大家不要去做 就是第一个是 不要把问题带回家里 我知道很多同学 因为像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形 就是你可能刚上完课的时候会 不敢向老师提问问题 会觉得会不会自己这个问题很愚蠢 然后老师就是不想回答 然后你就想说自己回去查资料 然后自己去理解 但是其实像生物科好了 生物科很多观念都是连贯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一个观念没有搞懂 你回去再复习的时候会变得很痛苦 而且你有时候上网查的资料的观念 不一定是正确的 你反而不如一下课 然后就去教老师问题 而且像高年这边老师 其实都很容易回答学生问题 所以你还不如赶快去把问题理清 这样你回去时间才会比较短 然后再来就是 不要钻牛角尖 跟不要猛做题目 乍天之下这两个好像是相对的 但是其实 不要猛做题目的意思是说 有些人可能 化学课 我今天上完化学课 我回去就开始练习这一单元 然后但是练习的过程中 他现在自己很多地方不熟练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做就比较浪费时间 你应该是要 回去好好复习老师上课的内容 然后复习完之后 静下心来回想一下刚刚复习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都确定之后你再去做题目 这样子 这样子还会事半功倍 不然你写一写 然后忘记了 然后去再翻前面的内容 然后再回来写 其实这样子对你对于自己的就是 整个解题能力或是对于内容的理清都是没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不要钻右脚 主要是针对就是非一年几生 因为 非一年几生可能准备时间比较长 所以他可能很多题目都练习过了 那他们可能就会想说 去找一些比较监色的题目 或是比较冷门的题目去练习 但是监色的题目 你可能当下搞懂了 你很有成就感 可是你在考场上紧张 然后加上你可能过程很繁复 所以时间内你不一定写得出来 那这样其实你在前面 这段钻右脚线的过程是 就很浪费时间的 尤其是像高一的题目 100分钟也90题 其实你一题大概只有一分钟 去思考 然后还要写出答案来 那些监色的题目 你可能拿到 但是你可能牺牲的是许多简单的题目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例是不对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要钻右脚尖 然后再来是不要坚实 拿今年的生物题目来讲 因为今年题目其实很多人说很简单 浅显应懂 但是他们简单的前提是 这内容是你看过的 因为有些选项 他们今年题目很特别是 有些选项是一看就知道答案 其他就是错的 可是有些人为什么选不出来 因为他他念的时候 他可能这一块放掉了 譬如说我知道大家准备生物科别 最常放弃的就是分类学 但其实今年的分类学 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如果有念书 然后有思考的 其实像今年分类出了三四题 其实这些题目的分数很容易拿到的 但是如果你因为编词 放到这些题目 这样你的起跑 你的起跑现在就输给大家了 对 以上就是我觉得 大家不要做的 那再来 分享一下我的 读书方式 第一课是英文 当文中老师常讲 单字很重要 你只要背单字 你就会考上一试 其实这课题目是有他考虑的 因为现在英文大概 好像今年是二试题 然后文法试题 然后阅读生意里面有些也会 他在挖空问你说 这个单字 这个要填什么单字 或是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电商人在考单字 对 那我自己的背单字方法 因为我不习惯拿这试跟词典 从A背到Z 所以我自己是把老师发的 呃文 老师发的单试典试卷 然后或是文法跟阅读课典 还有我在看报纸 书报中间碰到的单字 我都把它整理成一个我长 所以电子党的好处是 可以方便查询 因为有些人可能做成笔记 但是他可能 要翻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 做成我长就是你直接 直接搜寻 就可以搜寻到你自己想要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 我除了把它整理成我长之外 我也会去找一些 相关的相似词 或是相反词 去延伸 因为高一的题目 题目就是这个方向 然后 网路上有一个蛮不错的 网页叫做 罗伦的小布格 应该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把红宝石书拆解 但是我推荐的这个网页不是叫大家去背红宝石书 而是这个网页有提供一些比较新颖的背单字方式 因为其实实际的话 你可能今天背隔天就忘 然后再背就再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找一些比较特别的背单字方式 这样可以像老师的隔离法则就是一个 那另外我自己是用一些可能生活上的物品 或是我常看的 因为我喜欢看篮球 所以我会利用NBA球员之类的名字 然后去帮助我背诵单字 然后再来是文法跟阅读测验 阅读测验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写一篇 一到两篇看那个文章的长度 再来是因为后中会有考 课读测验但后期没有 所以可是我觉得课读测验可以帮助自己就是 可以帮助自己更完整的去练习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天一定要写一篇语测验 然后一篇课读测验 再来文法的话 文法是老师发的那本文法书 你一定要从头练习到尾 然后不要觉得这个文法好像很久之前 就好像是旧文法 所以你就想说应该没有 不会考不会看就不要看 但是像今年出的题目就有些其实是 很简单的英文文法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 就是像刚刚讲的偏识 就是你该看就要看 你就把它从头看到尾 然后一定要练习文法题目 除了培养自己的语感之外 练习文法题目的好处是 因为你大量进行之后 所以你在解题速度比较快 而且你检讨的时候 不要检讨对的答案 像我自己会连错的答案 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这选项是错的 我会了解为什么是错 这样子可能很花点的时间 但是你之后在做充斥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看那个选项就知道 这答案已经是错的 所以就变得会很快速的解题 那作文方面 因为我自己这次的作文成绩 没有拿很高分 所以就留给其他优秀的学生 分享 那普通化学方面 其实李和老师的课本内容 还有他提供的题目 其实都是很完整的 就大家一定要每一题每一题练习 有些后悉学生会觉得 因为它是有些中文题目 所以他想说 我考试英文 所以我就不练习 但这想法是错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很多的题目是从音发中的 你练习中文 其实就等于是练习英文的题目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 老师给的题目一题一题的做 而且也不要觉得 那是指考或是学测题目就不错 其实高一的化学题目的方向 就是有点类似指考那一篇题目 对 然后再来就是老师 因为在课前 他都有一个课前小考卷 大家一定要去写 不要害怕 有些人可能害怕自己考不好 但是你说你把每一次的小考考卷 当成一次考试 就等于你 每上一次你就练习了一次 这样在考试前 你已经练习了三十几次了 这样你在考场上 遇到某些刁砖的题目 你会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而且特别是 李和老师的出题方式 蛮像今年 而不一考试的方式 就是他会出一些 刁砖的东西 然后或是比较 或是数字比较 你需要 你需要去认算的 不能用概算的方式 像今年 刚刚就有出一题 他给的是年 可是他要求小时 这种很花时间的题目 所以大家平常的时候就是 不要害怕去写一些题目 然后再来就是 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就是准备过程中 会用习光计算机 然后去计算题目 因为这样比较省时间 我自己前半个时间也是这样子 但是今年的题目考出来之后 我会建议大家 你可能十二月之前可以这样做 但是十二月之后就 建议要守算的方式 因为今年的题目都不像 去年一样都修饰过 然后而且也有附过 去年也有附一些 就是LOG啊 或是 看更好的那些数字 但今年都没有 因为你自己一定要 在平时的时候 就训练自己的计算速度 然后你要善用概算 因为有些题目可能 他的数字 每个选项的数字差异很大 你就要 看题目选项 你就要记得要用概算的方式 如果差很小 你就一定要用精算 不要用概算 因为我就有认识的同学 他用概算的方式 去算那一题 然后答案很接近 他又选一个 跟他的答案比较相符的 但是结果因为他 他概太多了 所以变成 他那题很可惜 就算错了 对 所以就是 化学就是 一定要 内容看完 而且 内容看完的好处是 他有些会出 观念题 所以要把自己的观念 是正确的 然后再来是 练习题目 把每个题型都练习完之后 这样考场上出现 每个题型都可以掌握 再来就是计算速度 计算速度很重要 因为今年 我大部分同学都是 没有写完考卷 可能有些人是从两题开始写 所以一分题都没写 或是有些人可能从头开始写 可是剩二十题两分题没有写完 但是我自己就是 因为平时练习的关系 所以我自己写完考卷 其实我还剩十五分钟 然后我还把剩下的时间拿去 检查一下我前面写的题目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练习自己的计算速度 再来是 生物跟升华 因为黄标老师跟渝村老师上课方式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在上这两个课之前 一定要做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的好处是 你会知道老师上课的方向 再来你也会提前知道自己大概哪一块比较不熟悉 所以你上课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认真的听哪一块 而且像黄标老师上课是 他不会照他的课本一个字一个字的讲 他可能会用一个脉络的方式 所以你有事先预习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脉络在讲些什么 但是如果你有预习 你会觉得 老师怎么跟课本上的不一样 你会有点 突然有点受挫 所以就是一定要事先预习 然后再来渝村老师 他渝村老师 他是个喜欢吸收新的士老师 所以他常常会在相关的课程里面 延伸出一些新的生物技术 然后或是譬如说 今年可能今年得奖的诺贝德学组 然后他的研究是什么 所以大家 如果你没有事前预习 你可能上课内容就已经很 你就已经吸收不了 然后老师如果就提供更新的东西给你 那你可能就会崩溃 所以要把事前预习做好 然后再来是 在我分享我自己读生物的方式 其实今年我生化是比较慢开始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生物会跟生化有一些相关的 所以我想把生物的东西先掌握住 然后当然 但是读到跟生化相关的时候 我也会去生路的探讨这一块部分是什么 不是完全没有读生化 只是我把生物跟生化融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读生物的时候 不要把生物想成是分章节的读 其实每一个章节中间都会连贯的东西 就像老师上课的方式一样 老师上课一定跟你讲说 这个跟这个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你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会变成就是 你不会这么累 因为会觉得 哦 这边跟这边有关系 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就很快 然后再来是 生化 生化方面的话就是 我自己是 假设读到这里 譬如说读到糖类好了 我会逼自己 把糖类所有相关的过程 包括糖解啊 或是 五碳 五碳 零酸入境啊 全部写出来 然后写出来之后 再相关去衍生 因为我可能 糖类可能一刻就要读个两天 但是好处是 把每一个东西都连在一起 所以 变成 所以你不是只看一个点 你是从点延伸出线 线再连成一个面 所以你是一个 广泛性的思考方式 所以你 所以你复习的时候 就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 氨基酸合成一个 氨基酸代谢一个 可是你把这个连在一起 考试考出来 有些考试可能是考比较 氨基酸代谢 又有哪些酵素 氨基酸核成 又有哪些酵素 然后又有什么不一样 你用这种读书方式 你就比别人 更快点提出这种 这种考题方式 再来就是提供一下面试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连续进了两次面试 然后第一次被刷掉 第一年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因为有医疗背景 所以可能面试对我没有太 就是不算是我的难题 而且面试会考一些情境题 我自己因为是有在医院实习过 常常面对病人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在这方面的应对 我应该掌控得还不错 但是实际考完之后才发现 那个环境跟那个考题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当你成绩出来 知道自己有可能会上口试之后 你就一定要开始去整理议题 试题 医疗题 然后你成立的时候有些人是把资料丢一丢 然后这样就觉得整理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去思考过后 你要去吸收那些议题内容 然后你要换成自己的想法去说 你不要只看那些政策方面 因为我自己练习的就被别人说 你讲的我都知道 上网查得到 但是你的看法呢 那我就认住了 因为我都是看那些内容而已 所以建议大家 你一定要去把这些内容都吸收之后 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这样才会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尤其是面试T4 像我今年是下午的倒数第二题 所以可能那个考官早上就先听完 大家讲一堆关系长照的事情了 那如果我在讲长照 就是政策面的事情 那老师是不是早就听腻了 所以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就换个角度 换个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去说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 吸收 然后整理 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讲出来 不要只死板板的看那些内容而已 然后关于 情境题的话 建议大家如果有另外一半 或是同学的话 多跟他们练习 请他们当奥卡 或是比较难搞的上司 或是下属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练习抗压力 因为你在实际考试面对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这种情境 他们会一直否决你的意见 但是你要站住自己的观点 不要被他 不要动摇自己的 不要动摇自己的立场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 我的分享到这边 然后我想再 分享一句话给大家 梦想之所以为梦想 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 而是因为过程中 经常离宿 意思就是说 过程中可能就是很多荆棘 但是 大家不要把梦想想成 好像我怎么努力又找不到 事实上我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在更开考课前 其实我的物理是 应该是很弱很弱 有个笑话是我高中化学90分 我物法加起来100分 对 但是改考课之后 我反而连续两个进口试 然后现在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不要自欺欺人 然后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 跟大家 程度不一样 然后有自卑的心态 我觉得都不用 你就抢神 因为你们现在都在 你们现在都在同一间部习班 同一间教室准备 你们的起跑性是相同的 你只要比别人努力一定有机会 对 然后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